大家好 欢迎收看华尔街人物 日产汽车董事长今年意外的缺席了广州车展 然而今天爆出一个举世震惊的消息 他被捕了 据日本朝日新闻报道 总公司位于横滨市的日产汽车会长卡洛斯·戈恩 因涉嫌过少申报自身报酬于19日傍晚已 涉嫌违反金融商品交易法中的 虚伪记载有价证券报告书为由 被东京地方检察院特搜部以自愿同行方式带走 此后 东京地方检察院正式发布逮捕令 消息称 他逃税数额庞大 有数亿日元之据 据媒体报道 根据内部检举 在过去几个月内 日产一直在针对该公司代表董事 兼董事长卡洛斯·戈恩和代表董事 格雷格·凯利的不当行为进行内部调查 受此影响 雷诺股价暴跌12% 日产表示 调查显示 为减少披露卡洛斯·戈恩的报酬数额 卡洛斯·戈恩和格雷格·凯利 多年来在东京证券交易所上报的报酬数额 低于实际数额 据消息指出 戈恩从2011年6月至2015年6月 实际收入约100亿日元 但上报收入少约50亿日元 此外 本次调查还揭露了 关于卡洛斯·戈恩的其他严重不当行为 例如挪用公司资产 日产已经向日本检察厅提交相关所需信息 后续将会积极配合全面调查工作 日产表示 通过内部调查 发现戈恩和凯利的此次不当行为 严重违反了董事应尽义务 日产总裁兼首席执行官西川广人 将向日产汽车董事会提议 立即免除戈恩的董事长及代表董事职务 同时 西川广人也将提议 免除格雷格·凯利代表董事职务 64岁的戈恩是全球最知名的汽车行业高管之一 他组建了雷诺日产和三菱汽车三方联盟 2017年 雷诺日产三菱联盟 全球销量达到1061万辆排名全球第二位 仅次于大众集团的1074.15万辆 高于丰田集团的1038.6万辆 多年来 戈恩的薪酬一直是日本和法国薪酬最高的高管之一 戈恩担任雷诺日产三菱联盟董事长 雷诺首席执行官 日产三菱董事长等多个职位获得了大量的薪酬 卡罗斯·戈恩是法国企业家 目前为雷诺集团董事长兼CEO 日产汽车协会会长社长兼CEO 以及雷诺日产联盟首席执行官 毫无疑问 他是全球汽车行业中 举足轻重的一位大佬级人物 戈恩出生于巴西 维流港 成长于黎巴嫩与法国 父母为黎巴嫩移民后裔 他本人则拥有法国 巴西 黎巴嫩等多重国籍 上个世纪90年代 戈恩因执行日产复兴计划 使日产汽车起死回生 这使得其在日本被视为日产的救世主 2004年 被日本名人天皇授予蓝寿包张 由于此前的成就 戈恩的薪酬在行业内也出类拔萃 2015财年 戈恩的年薪为960万美元 约合10.7亿日元 戈恩因因此登上了日本高管薪酬排行榜榜首 该薪酬水平比索尼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Howard Stinger 高出一倍有余 自从1999年进入日产 戈恩一直被视为日产的灵魂人物 直到2017年初 他卸任日产CEO 他已经为日产效力18年之久 在日产 他2016年的薪酬约为11亿日元 约合1000万美元 而最近一个财年的薪酬约为650万美元 他在雷诺拿到了850万美元 三菱拿到了200万美元 在雷诺 他的2017年计划 以微弱优势被股东通过 但是 但这是在他同意降价20%之后 1999年雷诺和日产宣布结盟 卡洛斯·戈恩被任命为日产公司的首席执行官 当时的日产已经出现了连续7年的严重亏损 而且巨额债务产生 接近破产 在戈恩的领导下 日产仅用了两年的时间就扭亏为盈 在2000年财政年度 日产汽车实现了27亿美元的盈利 创造了当年全球汽车行业最佳的财务业绩 完成了令人瞠目结舌的转换 这使得戈恩在日本被视为日产的救世主 有评论家指出 在过去150年的历史中 只有三个人对日本社会产生过颠覆性的影响 卡洛斯·戈恩就是其中之一 而另外两位则是佩里与麦克阿瑟 2004年 戈恩被日本名人天皇 授予蓝寿包张 欢迎收看华尔街焦点 脸书的丑闻不断 在今年6月份的一次会议中 首席执行长扎克伯格就表示 脸书已陷入战争阶段 并强调他需要更果断的行动 以基金策略来应对危机 根据华尔街日报报导 扎克伯格新领导风格越来越强悍 反而带给公司高层动荡不安 目前已经有十多名高管离职 首席运营官桑德伯格也担心自己会被炒鱿鱼 联合国调查人员曾表示 缅甸的种族灭绝危机中 脸书在煽动愤怒方面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脸书还同印度南苏丹和斯里兰卡的暴力有关 此外还有隐私丑闻 例如最近一次的剑桥分析案 还有广告丑闻 例如歧视性广告 可疑指标 以及多起正在进行的联邦调查 还有承认使用脸书可能对心理健康有害的事件 除了媒体一个接一个的丑闻报导之外 网路上更是掀起了卸载脸书的运动 而外界也认为扎克伯格的能力不足 要求他辞去董事长或首席执行官的职务 不过扎克伯格面对舆论危机表现出十分顽固强硬 并未宣布辞去任何职务 纽约时报中文网11月2日就有一篇题为 为什么扎克伯格不会下台的文章 内容表示 很难想象没有扎克伯格在的脸书会是什么样子 凸显出如果要对这间科技巨头的行为进行问责 已经变得多么困难 报导指出 有学者认为 脸书的问题在于商业模式 以及营运范畴处于法律和监管的真空地带 而不是营运脸书的人 加上有些高层也认为扎克伯格的领导力不容置疑 报导形容 伯克扎格几乎成为了公司的固定装置 当公司运作良好时 他会获得所有的荣誉 当公司不好时 他则是唯一可以修复挽救的英雄 换句话说 无论公司好坏 扎克伯格已经大到不能倒 扎克伯格几乎极大权于一生 他是脸书创始人 首席执行官也是董事长和最有权利的股东 他持有股票的投票权是普通股的十倍 基本上不需要对任何人负责 今年以来 脸书已经有十多名高管离职 5月时扎克伯格在对管理阶层进行大调整 其中 Instagram的联合创始人认为不应该让广告主 知道用户的位置信息 和扎克伯格的意见分歧 最终IG创始人离职 另外 被脸书收购的WhatsApp的联合创始人 在如何从消息服务中创造更多收入的问题上 和扎克伯格理念不合 随后也离开了 虚拟现实公司Oculus VR的联合创始人 因为在虚拟现实耳机和头盔的未来发展方面 与扎克伯格产生分歧 最终于10月离职 现在更传出 扎克伯格将英国剑桥分析公司 向政客营销公司泄露8700万用户信息的丑闻 归罪于桑德伯格 认为桑德伯格应该在删除社交网络违规内容方面的力度 应该要更大 令桑德伯格也担心起自己的首席运营官职务可能不保 根据华尔街日报报导 桑德伯格对一些朋友称 和扎克伯格的沟通让自己感到很恐惧 而纽约时报的媒体也对桑德伯格提出了批评 认为这位被视为商界成功女性的桑德伯格 对俄罗斯操纵脸书平台等问题处置不够力 2017年9月 审计委员会主席前白宫官员 俄斯金鲍尔斯也曾告诉桑德伯格和扎克伯格 要更加认真看待俄罗斯对平台的干涉问题 但有知情人士透露 扎克伯格对近个月来的情况改善感到高兴 他在上周表示 桑德伯格是重要合作伙伴 现在是将来也是 上周纽约时报发出深度报导 揭露了脸书内部面对各种危机的混乱应对措施 据称脸书雇佣了黑公关撰写批评者和竞争对手的负面消息 引发轩然大波 15日脸书董事会认为 纽约时报的报导不公平 扎克伯格16日也痛批报导在胡扯 还警告员工 如果向媒体披露信息将会被解雇 扎克伯格认为 就是有泄密者以及媒体的攻击 才导致公司士气更加低落 但美国舆论普遍认为 扎克伯格的领导风格才是让员工士气低落的原因 并要求扎克伯格至少应该持续董事长职务来约束权利 迫使脸书采取更严厉的措施以保护用户隐私 尽管扎克伯格日前表示过 解决脸书的问题是他个人在2018年所要面对的挑战 脸书也已在安全和保安方面投入了数十亿美元 去年10月也聘请了前英国副首相尼克克莱格 来担任全球事务负责人 为公司提供一个严肃的局外人视角 但外界仍然质疑 在大多数营运脸书的高层不变 扎克伯格依然在位 公司文化仍依旧的情况下 脸书确定会有所改变吗 并预计未来几个月 脸书仍然将面对更多的负面报道 今年夏天 脸书在公布营收增长放缓和营运成本增加后 股价一天内暴跌将近20% 本周脸书又再次发出了增长缓慢的警告 以上是孙云山为您带来的华尔街焦点 感谢收看明镜电视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11月20日 星期二华尔街电视的科技趋势 我是维仁 在纽约为您带来最新的科技重要新闻 今天的主要内容有 马斯克要造星际飞船 脸书管理层要打地震 NASA确定2020要登陆火星 马上带大家先来关注 马斯克伊朗马斯的消息 他宣布要造星际飞船 他在推特上称 BFR超重型火箭已经获得了一个新的正式名称 现在它的载人部分和上面级别被叫做Starship 而重复使用的下面级则叫做Super Heavy 超级重 马斯克他表示要将Starship送入轨道 需要下面级 对于星级的飞行而言 就不再需要它了 马斯克在2016年时候 对全世界表示 他有殖民火星的大规模计划 而在这个计划中 他打算制造超重型火箭 并打造由数千艘星际飞船组成的整个舰队 他们将在本世纪末向火星输送大约百万人 不同于上太空的SpaceX 他的旗下的Boring Company 则是专注在地道的挖掘 最近首条家中隧道终于贯通了 从总部开通至O-Lervie站 Ella Maça在推特上也分享了 你们现在可以看到的这个影片 就是隧道正式开通的那一刹那 对于挖隧道而言 是相当重要的完成时刻 这也标志着Boring Company的首条隧道的完成 终点O-Lervie站 据称是去年最近已去世的SpaceX Boring Company的员工命名 隧道长3.2公里 去年开始挖掘 预计在12月10号要向大众开放 身为首条的Boring Company挖掘隧道 主要是当作技术展示和测试来使用 未来Boring Company计划挖掘更多隧道 与加州新建完整的快速地下运输网络 完成Ella Maça对未来城市的运输远景 不过呢 更大规模的挖掘仍有待当地政府的审批和计划 接下来关注脸书Facebook的消息 脸书的CEO Mark Zuckerberg和处理各种危机的关键人物首席 营运长Sheryl Sandberg他们并肩作战了数十年 却在双方的信任 却在Facebook建桥资料泄露的事件产生裂痕 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导 Zuckerberg对于Sandberg的管理和经营公司的方式 十分的质疑 认为他没能有效合理的分配公司资源 有效监控平台内容 在这个Cambridge Analytica的风波之后呢 也没有办法有效平息大众的愤怒 2018年初 Zuckerberg他召集了50多位Facebook核心高层 直接在会中宣布要进入紧急状态 高层需要快速决策 而不像以前以往 慎重的对待每一个决策 由于Facebook面对来自国会投资者和用户的多重压力 需要更快速的反应 对于公司管理方式的调整呢 也导致内部产生前所未有的震动 几位重要的高层都相继离职 Zuckerberg他在上周面对员工的内部会议 否认与Sandberg他们之间的关系紧张 并且指责媒体的负面报道 让员工的士气低落 管理层的动荡也反映目前Facebook内部的乱象 目前呢 只有52%的员工对于公司的前景表示乐观 低于2017年同期的84% 很多员工他们表示 由于管理的层十分的混乱 导致许多决策无法有效的执行 特别2018年到现在如今 已经有十多位高层他们离职了 所以员工对于不断出现的负面新闻 和内部的业务重组也感到十分的沮丧 除了眼书以外呢 其实Google Google Cloud他们的高层 也面临了一批出走潮 Google云端CEO Diane Green 她准备离职任期到明年的1月 在Diane Green的发表离职信堂中 她表示为了将投入教育和慈善的事业 Google Cloud近年已经有多位的高层离职了 11月15号呢 Google Cloud AI的研发主管兼Google AI 中国中心总裁李佳确认离职 更早之前9月的时候呢 Google Cloud AI的首席科学家李飞飞也离职了 如此之多的高层密集离职 也引起市场对于Google Cloud的担忧 根据Synergy Research的统计数字显示 AWS占有34%的市占率 微软以15%的市占率排在第二 IBM第三 而Google Cloud呢则是排在第四名 市占率还在各位数 接下来还要关心NASA的消息 美国国家航天局NASA的科学家们 二十要确定 2020的火星探测任务 MARTH 2020要登入火星区域 Jerizal Carter 科学家分析呢 这个区域可能是火星上的一个古老的河流三角洲 在数十亿年前或许具备这个可以居住的这些条件 火星的探测车将降落到这个区域进行探索 而收集到的样本会在未来某个时候带回地球进行研究 在此之前呢 美国航空的航天局 曾于2012年将好奇号火星车送上红色星球 而新型的探测车则是它的继任者 在过去的六年当中呢 科学家通过了好奇号 了解到关于火星的很多知识 美国国家航空天局呢 就NASA希望借助2020年火星探测任务 弄明白一个长期困扰他们的问题 也就是火星表面是否真的存在过生命 2020火星探测任务会将火星样本送回地球 而探测车会在这个Jerizal Carter挖掘 可能包含生命存在迹象的岩石样本 并将它们存在一个设备当中 在某个时间点再启动第二次的火星测探任务 将2020年火星探测任务采集的样本带回地球 这样子一来呢 科学家可以在实验室的环境下研究这些火星的岩石样本 了解古代火星的样子 接下来也还是航空消息 中国时间20号上午 在九群卫星发射中心以一键五星的方式 用长征二号钉运载火箭 成功将试验六号卫星 以及天平一号A星 B星加定一号 软件定义卫星等四颗 维纳卫星发射升空了 卫星也都进入预定的轨道 根据了解 实验六号卫星主要用于开展空间环境探测 以及相关的技术测试 轨道主要开展Android平台和地面软件的技术 发现了猫舌头其实有很多的奥妙 希望将这些研究的成果运用到家具产品 甚至是医疗方面 像猫儿他们在用舌头舔湿自己的毛发的时候 进行梳理的清洁的时候呢 他们的舌头中其实有很多的玄机 在美国的这个Georgia工学院研究员 艾诺尔 他就看到自家猫儿舌头被卡在毯子上 他十分的疑惑 他说我以为猫儿的舌头像砂纸一样 为什么会被卡住呢 所以他回到了实验室 在冰柜里面把一个猫舌头拿出来 再形容为镜底下仔细的观察 在高速的摄影机下面呢 可以清楚看到猫舌头的前端布满了 尖锐的抓刺的这个抓状的刀刺 只有猫咪在舔湿的时候呢 这些刀刺他才会竖起来 另外他也发现了 这些刀刺其实是中空的 当猫儿在舔湿毛发的时候呢 这些刺能够带着唾液 透过厚厚的毛发到达皮肤 这样子不仅能够引起到清洁作用 还能够防止猫儿体温过高 大型的猫科动物 如老虎雪豹的舌头 也是这样的设计 他说他们的舌头十分的有启发性 所以我们就因此创造了这个特殊的梳子 尝试能模仿猫儿梳理自己毛发一样 也展示一体可以被传送到毛发的根部 研究者他们表示呢 这项研究还可以被用在地毯清洁用途 或是宠物医疗的领域 接下来是三则简报 再过几个星期之后呢 人们就预计要迈入新时代的大门了 因为Waymo的计程车服务在12月就要在凤凰城上线了 根据Bloomberg的指出呢 全球首个商业自动驾驶计程车将于12月初正式上线 更令人惊讶的是呢 Waymo他这次要直接和UberLib两大轿车巨头竞争 所以如果您住在凤凰城12月初就可以使用这项服务了 接下来是脸书的消息 Facebook Messenger之前预告会推出回收讯息的功能 让用户发出讯息的10分钟内 与双方聊天记录中收回讯息 让容易发错讯息的用户可以及时的修改错误 现在Facebook公开的方法呢 日后只要你传错讯息都可以马上收回 根据科技网站TechCrunch表示 Facebook已经在波兰、波利维亚、哥伦比亚和立陶宛 推出这个功能 而他们也希望尽快与全球推出 新版的Facebook Messenger也会推出更多功能 包括为讯息和对话串设计定线 之后呢自动删除 最后是关于Airbnb的消息了 短期租网站平台Airbnb 他们上周表示 第三季的营收破10亿美元 是成立10年来最佳的一季 Airbnb目前筹备呢 要挂牌交易 他们备忘录表示 2018年第三季是Airbnb史上最强一季 也是Airbnb的营收首度突破了10亿美元 Airbnb正准备最快于明年中推出首次公开发行IPO 估值可能会超过300亿美元 以上就是今天的科技趋势 感谢您的收看 更多内容请浏览华尔街电视新闻网站 网址是www.wallstreetv.com 我是韦仁 我们下周再见 我们下周再见 这边 搭乱